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个广告呢? 可以请到墨迪文出生拍广告 即是一点都不惹小 那为看真一点呢 原来是Crypto.com的Promo自己的brand 那最近它是宣传力度那么终 都是为了配合它的主网上线 那所以最近呢 我们就见到它很多搞作 那我们今集呢 就要跟大家讲一讲 它们的最新公链 就是Kronos Hello 大家好 我是每日别人的Desmond 那在开始这条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 share comment和subscribe这个channel 支持一下我和背后的制作船队 还有记得按下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了 那我们逢星期二和星期五都会出片的 和大家分享一些币卷的资讯 和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分析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Kronos 就可以说Crypto.com已经筹备了很久的一个重大project 而它的目的就很简单 就是希望可以推出一条自家的公链 去发展更多的DeFi项目 而Kronos的Token CRO之前已经升到板板声 那究竟CRO现在有没有上升的空间呢? 而投资者又应不应该追货呢? 那甚至乎Kronos上面有没有潜力的project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呢? 那我们今集就会和大家讲一下Kronos的背景和表现 和介绍一下它的母公司Crypto.com 和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我们可以在上面做发明 而上面有没有潜力project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那提起Crypto.com 可能大家有印象的 很大机会就是它这张Visa卡 那我们之前在Blog和TG Channel等等 都略略介绍CRO这个卡 那如果大家之前看完有申请的话 应该都从CRO的币价上赚了不少的了 那不过 先收回 那不过呢 那不过呢 今集就不是想介绍卡有记者的申请 而是它下面新开发的公链Kronos 究竟上面有没有潜在的投资机会呢? Kronos其实就是Crypto.com新开发的公链 它是兼容以太坊的EVM虚拟机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Crypto.com版的Binance Smart Chain 而它上面的功能其实跟Binance Smart Chain都不会差很远 而提起Crypto.com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的了 那对一些Crypto的新手投资者来说 它其实是最多人用的交易平台之一 那甚至乎在它最近的广告公势之下 它现在是全美国所有Crypto应用的App下载量里面 是排行第一的 甚至是超越了Coinbase 那即使一些对Crypto完全没有认识的人 其实都有大机会见过Crypto.com这个brand 那事关Crypto.com呢 其实真的是落足本来做广告的 那它是找了荷里汇的巨资物定文 去拍广告帮你去宣传 那应该都是第一间Crypto公司 去真正找一些明星去拍广告 而Crypto.com呢 其实都有不断去找不同渠道去做推广 那除了在伦敦的地铁Underground上面 铺天盖地地刊登他们的广告之外 还有在不同的运动 譬如在F1赛车等等去下广告 那最近它甚至施资了7亿美金 去拿到这个NBA胡人主场的灌名权 除此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Head Hunt的朋友跟我分享 其实Crypto.com单单是在Marketing Team的计划上面 已经花了过千万 可见Crypto.com的红心壮志 和它们红口的财力 其实对Kronos的未来发展都很有帮助 那虽然最近CRO已经升得非常多 但其实未来都可能会有更多的project 和未来上面会有不少的机会 那如果你想玩上面的DeFi或者上面的project 其实你可以看看它上面会不会有些新project 可以试试发掘上面的机会 以及可以研究一下如何将币转入KronosChange上面 而筹备多时的Kronos 而有关的官方资讯和用家体验就不算特别多 但都让我略略为大家概括一下 Kronos是由Crypto.com去推出和运行的EVM链 由于Kronos是和EVM兼容 所以它可以从以太坊和EVM兼容的链上 快速移植一些DeFi App和一些应用程序 从而大规模扩展它的DeFi生态 亦都因为Crypto.com的品牌和财力真是红厚 可能会有不少的团队会愿意在上面开发 以及试试拿到上面一些早期的生态资助 其实Crypto.com是有两条chain的 第一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Kronos 它是按着以太坊的智能合约来写 而另一条就是Crypto.org chain 它是基于Cosmo的SDK去做的 而这些基于Cosmo上面的chain 就可以透过体系里面的跨链通讯协议IBC 和其他IBC整合的工链去沟通 有了这两条chain互补不足 就可以打通以太坊和Cosmo上面的生态 而Kronos上面的原生代币标准就是CIO 即是Crypto.com的币 当然如果你想在Kronos上进行交易 或者是Approove一些智能合约的时候 你当然只要用少少的CIO作为GAS fee 原理是和我用Binance Smart Chain的时候 需要比BNB作为GAS fee非常相似 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些上面比较出名的项目 例如这个3VS Binance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Defi trading宿舍 它是目前CIO上最多人用的Defi业维 以及它是一个自动做市商AMM系统 即是和我们经常说的BuySwap或者PancakeSwap非常相似 在它推出的头一个星期 已经累积了超过5亿美元的流动性 而大多数人都是冲着它极高的APY而来 目前在3VS上面 你可以透过提供流动性 或者在质压平台上面 质压它们的治理代币3VS 来获得这些报酬 目前在这个3VS Binance上面 总共有10个Pool 它们的APR都相当之惊人 而最高的3VS USDC这个Pool 它的APR去到800多% 除了这些liquidity pool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Stick它的平台币3VS 去赚到一些报酬 它的报酬收益其实也是3VS 你可以透过自动增压 和手动增压这两种模式 如果你选择自动增压的话 其实平台就会把你farm到的VVS 自动去再进行增压 赚到更多报酬 就好像利答利那样 不过它都会收回一个费的 大家就可以多点留意了 而至于未来有什么新的project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回这个网 而我自己个人比较关注的 就是它这个叫Tectonic的DeFi项目 这只Tectonic 可以说是CIO的AV 是一个去中心费的借贷平台 可以透过借出借入来赚利息 而未来在这个网上 其实我们都会看到一些NFT相关的project 或者一些Olympus-style的Ford 都会在CIO这条链上推出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就可以follow各自他们的Telegram Channel 或者他们的Twitter 去拿到这些project的最新update 看看可以怎样买到这些新币 对了 如果我们想加Kronos这个Network 我就可以去3VS Finance 你只要按Connect Wall 这个按钮 它就会自动依求你加回Kronos的Network 你就不用人手输入这些资料 我现在就试试试试试给大家看 你要把钱进入Kronos的Metamask 你是需要一个Crypto.com的App 如果你之前没有这个Crypto.com 就可以用我们的referral call来注册 你就会得到25美金价值的CIO 我们首先要将币从Binance 转到Crypto.com这个App 但由于Crypto.com是没有USDT 所以我们就先在Binance 透过USDC对USDT这个Trading Pair 将我们的USDT换成USDC 然后我们在Crypto.com这个App 我们按Transfer 我们按Deposit 我们选择External Wallet 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可以选择BSC这个Network 我们就将这个BSC的USDC address copy到Binance那里 然后将币传到这个地址 我们也可以做回类似的操作 我们按Transfer 然后Withdraw 我们选择External Wallet 然后我们在这个加号 我们就加回自己的Metamask地址 然后也是选择Cronos Network 之后我们将这些USDC 传出去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Cronos这个地址 但也留意的 好像我们用Binance Smart Chain 或者用ETH 我们都是要给Gas fee的 同样地 我们用Cronos这个Blockchain 都是要给CRO做Gas fee的 所以我们都可以将部分 我们传过的USDC 转成CRO 同样地 我们都要在这个 Withdraw White List那里 加回Metamask地址 我们才可以将CRO 传到我们的Cronos Wallet 好 那现在开始 就会简单在VVS上面 做这个Yield Farming 在到VVS Finance的界面之后 我们就按Trade 然后按这个Liquidity 我们按这个Add Liquidity 这个按键 我们选择CRO和BTC 然后我选择Max 我们确定数量是对的之后 就可以按Supply 然后你的Metamask 就会发出一个Window 留意这里其实是要给Gas fee的 大概就是1.26粒CRO 这里就显示了Avex 是它一个显示的错误 大家可以不用理 好 那在添加了流动性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Liquidity 这里 看到我们自己现在的Portfolio 就是你总共有几个BTC 和几个CRO 都在这里看到的 好 然后怎么做Farming呢 就非常之简单 就是我们看Earn 然后再按Farms 我们搜索我们的CRO对BTC 那这里 如果你还没Approve 这张Contract 你就需要先Approve 那Approve完之后 我们就按Stick LP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LPToken 放进去 再按Confirm 而今次呢 就有1个CRO的Gas fee 那我们还是按Confirm 好 那在左边这里 你就会看到你自己 总共赚了多少VBS 那其实它的Paycheck 是有些功能的 那譬如这个Analytics 那样 那我们其实呢 可以看回这个VBS的币价表现的 那我们按Token才在这里 然后再按VBS Token 那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Volume Liquidity 和它的Price 那譬如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最近这个Coin 一直都在跌 结论就是呢 大家就千万不要对这个FarmCoin 有太多感情 当然作为一条那么新的工链 依然在技术上未够成熟 那也都有一些用户去反映 如果透过Crono's Chain 去做的Transaction 其实很大机会会失败 可能每几次就会失败一次 那样 那而且它们的交易的Gas fee 都不算便宜 那不知道之后的捷点 温得熟一点的话 上面的交易会不会更加稳定和流畅 那其实呢 你上面都可以调整手肉费 看看会不会令到Garit 更加快 confirm 那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看过Crypto.com 在Branding方面 有多有心和强劲 还有怎样去support到 它这条Crono's Chain之后的发展 还有到底上面有没有新的project 去发掘上面一些 最新的投资机会 那最重要的就是 教大家如何去开户 和用它上面的功能 去透过上面的DeFi 去赚这些发明利息 那如果大家看完有兴趣 想开一个Crypto.com account的话 就记得用这个优惠码来开户 那或者呢 你都可以用我的Description box上面的链铛来开户 那你就可以得到 价值25元美金的Crypto.com 那需要留意的呢 就是它这些Token是锁住了的 那如果你想解锁的话呢 就要申请它的FISA卡 才会解锁这些Token 看到最后 买酒住 别忘记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次见啦